经济网站9月10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反弹回差不多500点 收市升了489点到26206点 成交方面是1490几亿 上升股份1000个下跌也有600多个 因为昨晚来说 《南华早报》就澄清消息 对于内地版号方面 不是暂停发放 而是审批方面的进度是放缓 即是说出的游戏的密度来说 比以前是会慢一点 没那么多游戏会推出 所以消息刺激 港股特别是新经济股 就带头开始反弹了 腾讯来说 今天来说也涨2% 3690美团涨4% 9988阿里巴巴也涨4% 其他二线的新经济股 都是跟上升的 因为是龙头升的话 一齐上一齐下跌 除此之外 除了新经济股 做好些之外 今天的内银股 都是集体上的 建行升1% 现在要提一提的 就是招行 因为招行已经进升成蓝筹股 我留意到今天招行 差不多升至4% 19.5% 技术上来说 有力挑战70元9毫的阻力 因为日前来说 也有基金增持了它 事实上 在这麽多家内银来说 它的增长来说 是最好的 主要来说 都是受着 财务管理方面的业务 做得好所带动 所以 现在进升成蓝筹股 相信 都能够吸引市场的眼球 就是其他的公建和中 传统的大蓝筹股 这个内银股 都是普遍上升 都是助力大肆一把 除此之外 这个内地的券商股 其实都是密密升的 近来 中信证券也是升30% 1776 港法也是升1% 6837 就是海通升30% 日前就有这个监管 是挑战 但是来说 都令到大肆上升 一定会上升 留意一下 内地方面 A股交易市的成交 近来 这个多月来说 每一天都超过 15亿以上的成交 情况是火热的 为什么A股成交那么多呢 有些说法就是 近来的楼 其中一个原因 近来 楼市内地 持续打压 放缓 令到炒楼的资金 一部分来说 是流入炒股上 另一方面来说 市场也是冲净 内地经济 是放缓 会不会冲净 在第三或第四季 推出逆周期的措施 放宽银根 或者减息降准 这些因素 都是推动到 资金流入股市的其中一个誘因 除了内险 内险都更新 不特别多说 特别要提的是 今天内房股都有些反弹 因为恒大方面 船长说监管行 都不想他这么快死 希望能够跟债券银行 沟通一下 可不可以展期 暂时可以不还息 或暂缓还款等等 的情况 不想令到债券 或者债务把煲 令到可消灭盘旋的情况出现 所以来说 这些内房股 都全部上升了 那就是资源股 有升有跌 今早来说很劲 例如水泥 3323 今早是曾经充了 13个款 但收市来说 都会下跌很多 仍然有3%的进涨 914 海螺也升2% 743 亚洲水泥升2% 水泥股近来 普遍偏强 煤炭股回吐得比较多 甚至跌0.4% 1171 远煤跌6% 1898 中煤能跌5% 留意煤炭股近来都升了很多 不排除了 每个星期还仍然有调整的空间 其他的股份方面 今天来说 是有些动力的 就是资源类股份 资金升6% 光铜升4% 3323 羅牧升5% 留意下 这些股份 其实是还行了差不多半年 暂时 今天第一日升 都未能够确认到 升势能不能够延续 留意下 如果资金光铜来说 基本上 去年 现在升了很多 还有它的走势 主要不是很受业绩影响 而是看LME期同的走势 因为国际同价走势 是持续向上的 对这两只股份是有利的 但如果同价都是还行的话 其实这两只股份 升势能不能够延续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今天来说 我相信这股份 暂时都可以看成为更升 那个看法就比较稳妥 除非它真的确认到 突破了华行区 再加上 看到LME期同的方面 能够持续向上上升 所以这方面 投资者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好 下星期 今天又要讲讲电力股 电力股今天回套比较多 华银电力跌5% 902华链国际也跌4% 111中国核电力也跌5% 其他的风电股 普遍回套3-4% 不等 电力股也是 由8月开始升了整个月 到现在这个位置 需要两手准备 究竟它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其实都要定好支撑位 因为如果真的回落起来 其实都会有一个深度的跌幅 例子189就是其他例子 自从配股之后 在高台咬了几天之后 今天就连续两天出现回套 今天再跌7% 到21.6 所以股份来说 炒作都是属于中短线的操作 这方面投资者需要密切留意 今天收市分析暂时就这么多了